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晚上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请翻开 大臣无量寿经 白话节 第七页 我们昨天一起 学习到 这个大比丘 这个大 是回小向大的 比丘 是 从原先的小臣 回转到 趋向大臣 从行身闻道 变为行菩萨道 这就是回小向大 那我们五死节的修行 都有一些修行的习气 像修行小臣 那只求自度 不是很主动 要度人 那我们在菩萨道上 假如有这样的心态 那我们修行就要高度的警觉 那这是过去生小臣的习气 我们已经修学大臣 要把这些习气放下 当然 我们学教 要用中述之道 来领会 进而 用领会的教理 来处事 比方 我们了解到 人过去修行 会有小臣的习气 那就言以虑己 自己要把小臣的习气 下大功夫去对质 但术宽以待人 人家有小臣的习气 正常 正常 这个存心非常重要 我们没有提醒自己 提起中术 所谓言以虑己 宽以待人 那就有可能 我们懂得一个道理 因为本来的习惯 是向外的多 那就会言以虑己己 宽以待己 那这个心 就跟真心不相应 这个心 就很容易 见人家的过失 佛法常讲 万法因缘所生 那佛法对我们来讲 是个圆 这个圆 调动了我们 阿赖耶士当中的 善种子 还是恶种子 那这个是自己 决定的 我们假如 我们假如 观照的 不敏锐 那很可能 在佛法这么殊胜的 缘分当中 会增长慢心 尤其随着 懂得教理越多了 假如是向外的话 那可能见人家的 过的情况 反而会增加 可是假如 我们有中数的存心 那会言以虑己 这个才能有受用 那当然 对质习气 确实不容易 我们曾经听 黄面祖老居士 有讲过一个故事 在佛陀那个时代 他有一个弟子 叫毕灵且 毕灵且已经证阿罗汉国了 那刚好 那个时候 那个恒河的女神 是他前世的婢女 所以他每一次要过恒河 他就说 小婢啊 小婢啊 赶快帮我开路吧 就这么 称呼这个恒河神 这黄导好像说 恒河小丫头 恒河小丫头 后来 这个恒河神 那么多人拜他 常常被叫小丫头 心里很难受了 就到佛陀那里去告状了 佛陀啊 你的弟子毕灵且太傲慢了 居然叫我小丫头 佛陀啊 胆紧跟他说 哎呀 他已经证阿罗汉了 他没有傲慢了 我请他出来给你道歉 你别生气 这个毕灵且出来了 他自己也很不好意思 马上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哎呀 恒河小丫头 对不起啊 恒河小丫头 对不起啊 他不是真的有傲慢 但那个习气还在 师长也辟喻嘛 那个酒啊 装在酒瓶里面 整个都把他倒光 还把他蒸发了 可是闻那个杯瓶子 还是有酒味 所以改掉一个习气啊 确实是不容易的 连郑阿罗汉的 那个傲慢的习气啊 还是在 所以这个故事啊 我们用中树之道 我们就要警防 我们的慢行起来 那别人有傲慢 非常正常 我们都能包容 印光祖师 有提醒啊 我们念佛之人呢 要事事长存中树 心心提防过千 知过必改 见义必为哦 如是之人必定往生 因为他中树存心 知过必改 知善必为 这跟真心相应 若不如是 则与佛相反 心跟佛心相反 绝难感通 所以从印主这一段法语 这个中树的存心相当重要 所以中庸讲的 中树为道不远 代表中树的存心 跟道 跟真心不远 那孔子一生的教学 无道一以贯之 就是用中树贯同的 所以中树对修学的人 相当重要了 那里面 应主还提到 见义必为 面对情义 道义之事 修行人 都要尽力 尽本分 我们修学 有时候 不懂得这个赤地 一下子 没有敦用净愤 那就要跳到大臣菩萨去了 就好像佛门常说 情指 那他把这个情指 就理解成 跟家里的人 反正就少 少互动 少接触 不然情指 会加重 学了佛以后 反而 不亲切 不热情 反而不主动 帮助亲戚朋友 那大家想一想 假如学了之后 转变成这样的状态 也说亲戚朋友 会不会认同学佛 所以有时候 我们 在理解一些道理 也要慎重 不能解偏调了 所以儒家这个赤地 蛮重要的 修身 齐家 治果 平天下 净处不能感动 未有能及原则 那可能我们在儒家的经教当中 也会有听到 大公无私 大宇是三过家门而不入 我们一听 我本来就不是很想回家了 一听到三过家门 学东西 我们最怕自欺了 合法 掩护非法 你看把三过家门而不入抬出来 谁敢说 No 谁敢说他不对 对啊 比方我们遇到事情了 明明就是不想负责任了 马上讲一句 哎呀 随缘 随缘 谁要做到九分叫攀缘 有七分的缘 我们只做三分 那就不负责任了 所以修行 今天说西游记有九九八十一关 早上又讲了一关 就不能挑境界 其中还有一关 就不能自欺 尤其是以合法掩护非法 以合法的经教 掩护非法的心态 那这个只有自己 要看清楚自己的心灵深处 是明明不敢 迎难而上 自己退缩的习系起来了 可不能拿随缘这句话来搪射了 而我们看三过家门而不入 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啊 学东西是要立体的 不能抓一个点 三过家门而不入 是当时候大水为患 老百姓的生命 随时都有危险 所以百姓处在这样的苦难当中 岂可言儿女实情啊 他是在这个背景啊 假如是太平盛世了 那这个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啊 那人家会说他是圣人吗 那就很奇怪了 所以黄念老啊 讲了一句很重要的教导啊 无情不能修道 一个人在世间 连情意恩义都不重视了 他怎么修道啊 慈悲有四种啊 爱缘慈悲 这就是我喜欢他 我才对他好了 所以爱真心起作用了 第二个是众生缘慈悲啊 就像我们历史当中 这些爱护百姓的官员 甚至可以为民主抛头颅 撒乐邪 很讲义啊 这是众生缘慈悲啊 再来菩萨的法缘慈悲 佛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我们连对众生的情意都没有 一下跳到佛的同体大悲 不大可能 所以敦灵敬奋 统统都是道义啊 应该做的事情啊 而且啊 这个佛菩萨加持啊 都会安排我们 应该有的锻炼 就像我们要出来弘扬正法 辱世道都以孝为根本 今天我们自己 不恢复父子有亲的天性 恢复孝心 我们怎么去弘扬 孝道啊 老法师常常说 传统话用一个字来代表 孝字啊 那 成德自己啊 觉得佛菩萨 对自己是很慈悲 当然我这个意思不是说 佛菩萨对大家不慈悲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天就对我说了 阿弥陀佛对你比较好啊 我说你这一句话要下阿弥陀余啊 他一听 很惊讶 有这么严重吗 我说你这一句话是 侮辱阿弥陀佛啊 大家觉得对不对啊 大家有点犹豫啊 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想法感受 去想佛菩萨 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态 因为我们可能从根源上 也觉得爸爸妈妈偏心 没有理解当父母的心 我觉得父母偏心 等我们遇到老师了 老师偏心 遇到佛菩萨了 佛菩萨偏心啊 所以不能随便相信自己的想法感受啊 佛菩萨是同体大悲啊 平等大爱啊 我自己也有观察 比方说认识的人 他最后走的出了一些状况 但是因为跟他认识很多年 会去思维观察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太多人在帮他 这些人当中一定有 很多人都得佛菩萨加持 甚至里面就有佛菩萨 可是问题是 他要接受这些 互念提醒才行啊 当一个人出现大难以前 事实上都有佛菩萨 在互念他 我们读地上经的时候 就感觉很深刻了 地上菩萨 众生 有一毛一尘 一沙一地 一点点一点点上根 他都不令他剁在恶道 然后都常常 我们快多恶道的时候 赶快把我们劝出来 这是佛菩萨的慈悲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静下心来 回想 自己人生的过程 不只是学佛之后 佛菩萨真的是 生生世世 随主与我 心无战舍 我们学佛以前 回想一下 好多环节 显向还生 真的是那一步踏下去了 可能就回不了头了 这里面都有佛菩萨加持 让我们迷途之凡 甚至一回想起来 都有父母的福报 在护着自己 其实我们回想人生 佛菩萨恩德太多了 包含父母的福应 祖先的福应 还有像师父上人 给我们的教诲 对我们人生的护念 真的常常观想 示众恩 觉得这恩德太大了 太广了 能随时念着 这个菩提心就不退了 知恩报恩 就是菩提心 陈德也曾经劝 一些同修 也是在推广传统文化的 因为我们可能出来讲课比较早 出名比较早 讲课是一种因缘 但我们红法的基础 是我们的修身齐佳的功夫 敦伦敬奋的功夫 今天出来讲学了 也会喜欢讲课 不喜欢尽本分 教育孩子 照顾孩子 挺辛苦的 这么劝 要回到家 对上对下 尽本分 实在讲 也劝不了几个人 真的能回到自己的本分上 所以我们在苏伯界 是很容易染明文立昂 那么多大众 我讲课他们说 有受用 有受益 听了这些赞叹 可能要再取下来 要再回归本分 不容易了 事实上 人该尽的这些本分不尽 后头一定会出情况 你的下一代 你没有好好教好 他的行为 出现一些偏差 我们讲课还有底气 所以考虑事情 不能考虑意识 要考虑深远 要表好法 自己是感觉 佛菩萨加持 自己孝道的根 很不足 刚好就有缘 回到家 一边考老师 当老师 一边在家里面 跟父母一起生活 在那个过程 慢慢恢复 父子有亲 慢慢 父母一讲话 我们就能感受到 他们的心 深刻感觉 真的都是为我们在着想 我们假如体会不到 很可能还会产生 烦躁的心 父母怎么这么啰嗦 我们真正感觉 父母的苦口婆心 我们不只不会厌烦 还会很感恩 很珍惜 我们能跟父子有亲相应 孝涕也者 其为人之本鱼 我们才能真正 很好的去爱人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而且自己回到家那几年 还有帮姐姐带小孩 你看这一些过程 都积累自己一些 教孩子的经验 还有在学校任教 所以佛菩萨加持 会安排我们一些 锻炼的因缘 可是我们假如 都顺自己的意思 去挑境界 那佛菩萨 甚至于师父上人 自己的领导老师 要安排我们做事 我们都很难接受 所以今天讲 青年十二手折 服从为负责之本 因为我们可能 学佛以前 父母的意见 我们可能不是很采纳 我们顺自己的意思 比较习惯了 所以我们修学的因缘当中 都会出现这些 让我们能够 恢复父子有亲的因缘 那说到这里 我们也曾经听过 胡晓玲老师讲课 因为她下很大的功夫 去落实孝道 有一点嫌弃自己父母的心 她都深大忏悔 包含照顾父母的过程 可能帮忙服侍的过程 要收拾这个死尿 自己又产生那种不好的心念 她还自己跑到厕所去 面对这些静缘 锻炼自己 在面对父母的时候 把分别执着能放下 尤其师长多次都强调 我们修行要从敬业三福 第一福 效仰父母 奉识师长下说 而且师道是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那代表没有孝道 这个师道是建立不起来的 所以我们要真正能 尊敬师父上人 那也要我们孝道做扎实了 我们才能依教奉行 好 那接下来 这个家祥大师说 生大解破大恶 正大果 叫做大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修行 要解行相应 那生大解 解的彻底 行的才能到位 解帮助行 行帮助解 曾经听 黄念祖老居士说到 一个圆解的人 修一天 超过没有圆解的人 修一节 那一节是天文数字 很长 那黄老这一段教诲 显然 对于经教能够圆解 生大解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我们能生大解 我们最重要的真上缘 就是遇到 过来人的修行人 就像阿难问世佛级中心说的 从明师受戒 很明白了 老师过来人 记得当时候 学习太上感应篇 当时候师长应该是73岁 记得有一集 师长说到 我随时可以走 凭什么 我们一听到师长 随时可以走 不要太高兴了 忘了后面那个重点 老人家说凭什么 四出四间法都放下来 我们四出四间都放下 又一心求生 阿弥陀佛就来接了 便就今朝成佛去 乐邦化主 以贤持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今天就往生了 阿弥陀佛看到我们的 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用自己的白话翻译一下 傻孩子 你怎么今天才回来 你怎么多受了一天的轮回苦 多受了这么多天的轮回苦 这是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同体大悲 那我们想一想 怎么还去不了 那问题都不在佛菩萨那边 他已经成佛了 问题是我们真的对世间 有没有彻底放下来 那老人家在七十三岁 他就已经生死自在了 我们看老人家讲华言 不是讲得很圆满 他还表演给我们看 你看这个地球上最棘手的问题 我们当时候去参加联合国会议 哇 联合国也很怕宗教的啊 最棘手的问题 老人家把华言的经教落实了 很快的时间 就把九大宗教团结在一起了 所以世上老人家是通经教了 解形相应 这个眼说无碍啊 所以老人家在给我们开解议理啊 我们得要用心去听 去珍惜啊 比方真的举一段 师长的开解 师长说了 念佛 这个念字怎么写啊 精心 心上真有佛 你心上真有佛了 你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事待人皆物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啊 这段法语精不精彩啊 这段话之后啊 老儿上加了一句话 几个人懂啊 那师长已经帮我们开解出来了 我们能纳朔进来 就能原解原修啊 就能原解原修啊 那就入不饿啦 不然 念阿弥陀佛叫念佛 生活不是念佛 工作不是念佛 那生活工作跟念佛是饿啦 我们入不了 不饿法门啦 所以看到这个深大节啊 师长有很多 这种策法原底 平等无碍的开解啊 我们要珍惜这些教导 再来破大恶啊 深大节是看破啊 破大恶应该是放下了 那我们要首先呢 放下自己最严重的习气 这叫真干了 那看得破放得下了 放下就能恢复自性了 这里讲到正大国 这样叫做大 那佛地论 讲到第一 最极力根 他具备三点呢 叫做大 第一点是最极力根 第二 以正阿罗汉 第三 正果后 更趋大臣菩提 这样叫做大 第一点 第一点呢 最极力根 根性 很利啊 我们最近啊 跟大家有交流到一个词啊 叫强者先迁 这个强者先迁会在哪里出现呢 在不经意当中啊 他就冒出来了 比方说诸位同修 大家手上有讲义啊 当你们看到 最极力根的时候 会不会起义给你 这个不是讲我了 我跟这个没有份啊 其实我们听经教啊 能够直下承担 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读经 还是听经 随闻入关 我们很可能在听老和尚讲经的过程 心里会冒出来 哎呀老和尚那你可以了 我不行啊 在听的过程呢 对自己啊 没信心冒出来了 这样听经就很难了 随闻入关了 所以这个强者先迁呢 会在什么时候啊 出现呢 我们自己啊 警觉性很高啊 不怕念起啊 只怕厥词 要信任自己啊 净土三之良 信愿行 这个信 我会大师讲六信 第一个就是信自己 一相信自己啊 老和尚的每一句经教 就是我们的真上缘 想帮我们的人 帮得上忙啊 不相信自己啊 再好的贵人呢 使不上力了 所以有一句俗话叫 扶不起的阿斗啊 他遇到诸葛亮啊 但诸葛亮力气使不上了 孤城无利可回天了 所以我们不能怀疑自己啊 不然我们就变成阿斗了 人家扶我们扶不起了 佛菩萨加持不上了 那鲁家我们就认识 颜回 颜回文艺之识啊 这个也是立根 但我们继续观察 孔子也是大菩萨再来的 请问大家 传孔子之道的是谁啊 真子哦 如意里面说 真子是身也卤哦 真子的根性是 有点迟钝哦 鲁钝哦 可是孔子的道统 是真子传的哦 所以真有承担的心呢 自己的根性会不断往上提升哦 我们看真子说的 事不可以不红意 任重而道远 我根性差一点 但是我要尽力啊 何诞如来家业 这跟真子的心境相应了 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的 念正法得久住 这个心念是菩提心 而且真子他下功夫 无日三省无身 越能反省忏悔自己啊 自己的善根就会越来越增长 而且真子 在中庸当中 有谈到真子的用功哦 能一能之几百之 能十能之几千之 人家一次会没有关系 我一百次 人家一次会我一百次 人家十次会我一千次 果能此道已啊 一个人用功能有这样的心境啊 虽语必明啊 本来愚昧 也会变得有智慧啊 虽柔弱 必强啊 本来柔弱 怒弱 也会变得 很有承担啊 很勇往直前啊 所以啊 尤其我们遇到佛能第一特奖啊 念这句万德鸿鸣啊 我们从善根顿啊 都可以念到善根吉利啊 万德鸿鸣能灭重罪啊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不但道心纯属 且可福会增长啊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不能给自己打命棍啊 不能否定自己啊 我们曾经听过一个念佛往生的故事 主人翁叫王呆佗啊 他智商有点问题啊 结果有一个修道人看他挺可怜的 就收他为土啊 然后一看他呆呆的 学什么经教也学不了 你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份啊 就叫他念阿弥陀佛 这王呆佗每天打扫啊 阿弥陀佛就这样念啊 那因为他有时候都会做错事啊 他这个师父啊 就打他 处罚他 他念阿 念阿 念了不少年了 突然有一天啊 哈哈大笑了 他这个师父啊 以为他发什么疯啊 拿棍子要打他了 然后他说 师父啊 今天你不能打我了 你看他本来业障多重啊 智力有问题啊 念佛念道 我看他笑那么开心 应该是自得心肝 所以我们这几天跟大家在沟通啊 我们任何时候啊 都要positive 要积极乐观 不能negative 不能常常否定自己啊 给自己打闷棍 好 刚刚这段话很重要 所以手机响了 你看这都是感应啊 那这个 我们藉由看这些注解 我们也观照自己的心态 都要能随闻入关 直下承担 这些教会 承担的时候 只想着怎么做到 不想着做不到 那很奇妙啊 你真的相信可以做得到了 佛菩萨一家词 都会有对应的方法 出来了 一切法 从心向身啊 而且我们刚刚 讲到师长 他讲经啊 非常的圆融 尤其啊 讲解经文的时候 都会把我们引导到解形相应 这一句教理讲完了 这一句怎么落实在 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中呢 这就行了 那我们看师长的讲解 看每一句大臣经典 我们当下能不能落实啊 可以啊 你看师长讲普贤十愿 这是菩萨的顶法啊 普贤王菩萨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圆成佛道 那菩萨的顶法啊 可不可以在当下落实啊 当下可以落实啊 所以六度普贤十愿 所以六度普贤十愿 就在当下 我们能生大解啊 我们才不会在大臣佛法当中 增长分别执着啊 所以我们也透过师长的引导啊 养成一个态度 接触到精教了 很自然的 这个李静诸佛啊 要怎么落实在生活工作 普世 除世带人接物 称赞如来 要怎么落实 看到哪一句大臣菩萨的行仪 马上就连结到自己当下的生活 来了 好 所以师长这些教诲 都是帮我们放下分别执着 不要解是解 行是行啊 就麻烦了 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贵宾啊 住在Highfield 也是来参加我们佛学讲座 他夫妻一起来了 结果上完十天的课 他们很慎重 跟老法师啊 做学习报告 报告完啊 总结了一句话 师父啊 佛法不理生活啊 我们刚好在旁边啊 老上停了两秒钟 告诉他们 佛法就是生活 不理啊 还是饿哦 就是啊 就不饿了 所以师长老人家曾经讲过一个主题啊 家庭主父如何行菩萨道啊 这一段法语啊 对峙什么 对峙可能我们 可能 产生了 念佛 才是修行 读经 才是修行 净厨房啊 是没办法欠冤亲在主的 是吧 你这样的心境 去做那些工作啊 那些工作不是佛法 善知识这些都是法要啊 把我们在生活处事当中的分别执着念给打掉啊 所以我们一煮饭啊 哎呀 这个是要煮给我们家这么多尊阿弥陀佛吃的啊 你看这个礼敬诸佛啊 广修供养啊 煮饭就是普贤行啊 你看厨房里面 尤其今天 国庆日啊 可能大家太热情了 今天温度这么高 你看我们这厨房的菩萨 他们还给我们煮这么多美味的方菜 布施啊 内财布施啊 再来 他们煮饭很有规律啊 你看我们的厨房都这么整齐啊 假如他们 在做的过程当中啊 没有一些程序啊 那可能一做完呢 这个厨房就乱掉了 像打仗一样啊 所以他们有慈戒啊 我稍微观察了一下 非常的整齐 再来 那么热啊 他忍得住啊 修忍入啊 越炒越好啊 越做越好吃 精净啊 做的时候很专注啊 禅定啊 炒的时候 做饭的时候知道 煮饭就是菩萨道啊 这个人有智慧 所以六度万恨在哪 在每一刻 刚刚煮饭啊 现在讲开车 是不是六度万恨啊 开车布施啊 内财布施啊 还有无微布施啊 你煮饭的时候也是无微布施啊 哎呀这装 物装法是煮的 哎呀好好好 吃得很安心 我曾经遇过一个小朋友啊 我说来来来 坐某个叔叔的车 说不要了不要了 我上次吐了 你踩煞车 踩得太大力了 那小朋友 嗯嗯 最后 为你的东西翻出来了 你没有无微布施啊 人家坐你的车 哎呀好安定好舒服啊 无微布施啊 这个是开车的人 随时能体恤到做的人啊 这布施啊 开车守规矩持戒啊 人家超你的车 快也没快那五分钟 人家超你的车 你不生气啊 遇到塞车的时候 正好念佛 是吧 廉词大师有一篇教会 叫正好念佛啊 儿子孝顺 照顾你生活很好 正好念佛啊 儿子不孝 你没有任何牵挂 正好念佛啊 身体很健康 体力好 正好念佛啊 身体有病了 警觉性高 正好念佛啊 所以这段话学下来 什么都是正好念佛啊 那都是好境界的 会转念啊 会转念啊 是是是好事了 所以遇到塞车了 正好念佛了 修忍入了 车子越开越好啊 精进啊 开车很专注 很定 禅定 开车的时候知道 开车就是修行 就是行菩萨道 他不饿啊 这个人有智慧了 所以师长这句佛法 就是生活啊 打掉我们的分别执着啊 我们接着看 大比丘 万二千人聚 许多经典 都是千二百五十人 法华经与本经同是万二千人 稀有的盛大法会 正表所说的经法 正是本师世尊 久运在心中 欲说而未能说的真实心要 这个真实心要啊 就是希望我们赶快成佛啊 就像无量寿经那句 一切皆成佛 这是阿弥陀佛 对我们一切众生的心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 万二千人聚 这么盛大的法会啊 我们就感受到了 法华经 跟无量寿经 这两部经典 都是开全 全是全辩 全辩 善巧方便的全说 那这两部经呢是真实说了 是一层呢 那我们直接入佛菩萨的知见了 所以这里讲到都是大白牛车 都是每人一底久有的宝珠 都是佛的之鉴 这个宝珠应该是比喻 我们本有的佛性 摩尼宝珠跟佛菩萨无恶无别 那我们能遇到像遇到五六寿经 我们肯念佛了 那就深深唤醒自己了 红领正张自信了 直接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这个见佛就是自己的自信彰显 所以这是一尘法 那法华经有讲到这个故事 有一个大富长者 他的家很大失火了 结果他很多孩子都在房子里面 那父亲当然很着急 那小孩不懂事 不懂火灾的危险 那你在那里狠狠 他们正在那里玩得很高兴 提醒不了 这个时候 这个父亲想到了一个 扇脚的方法 直到孩子们都喜欢玩车子 大声喊 孩子们你们赶快下来 我这里有牛车 路车 洋车 这个父亲把大白牛车拉来了 每个人都一台大白牛车 这些孩子更高兴了 这个大慈父 这个长者就是比喻我们 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现在在五欲六成 三界火宅之中 随时都有沉沦的危险 那佛陀以扇脚方便 把我们从六道引出来 有身文成 圆绝成 菩萨成 但是最后 开拳显实 送我们大白牛车 直接成佛的方法 各位大德同修 大家大白牛车坐好了没有 我们要上路了 所以讲这一部经 唱佛本怀 我们感念佛菩萨的慈悲用心 所以这一个法会 参会法众 甚大稀有 那下一段 一切大胜 神通已达 小秤出国以上 可以叫做圣人 因为 正德出国 须托还 他就位不退了 他七次 天上天下 往返 天上人间 往返 七次 他就正阿罗汉国了 那因为 阿难尊者 当时候是 正须托还国 所以 这个大胜 是 但须回小向大 行菩萨道 方才能称大胜 又他方世界的佛菩萨 全巧视线 表面是身文 实际 早正大国 也称大胜 那神通 是 这个神族 天眼天耳 他心 宿命 及漏镜六通 阿难当时 指正出国 没得漏镜通 为什么 也列在 神通 以达的 大胜之内呢 那 静影书 说到了 阿难 是特殊的 利根 虽然 没证 阿罗汉 可是他 成就 无上 圣妙 功德 对于神通 解了 究竟 一鸣 已达 他对 六神通 是解了 究竟 一鸣 已达 静影 静影书 着眼点 有恶 进一步 开解 一 是阿难 成就了 无上的 殊胜 功德 他能 意识 佛 所说 一切 经法 因为 经都是 从他 传下来的 又在 经经里 在这一部 经里 他能 问 妙地 这一部经是他提请问出来的 因使一切众生都得到度托之法 那这是无上圣妙功德 当来一切 寒灵 皆因此问 而得度托 那第二 是对神通 虽未权正 但已彻底了答 从因之果 故也可称为神通已达 这是静影书的解释 再者 阿难 正是方才提到的 大权世线的人物 在密教 胎藏界 曼陀罗超三 说 阿难 密号 吉法 金刚 密教中 金刚 金刚是显示 威猛像的佛 可见 阿难 之本 早是法身 大师 他是来配合佛陀 教化众生的 一佛出世 千佛 永代 所以我们不只要感谢 释迦牟尼佛 我们还要感谢 这些大菩萨们 配合佛陀 把这个大教 在我们这个世间 红传开来 尤其我们学习 这每一个尊者的 表法 对于我们修行 很可能少走很多弯路 很可能得到最重要的提醒 启发 比如说阿难尊者 我们可以想到什么 想到 要会配合弘法 本师是主 阿难是伴 才能把这一部经 提醒出来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在跟亲戚朋友 相聚的时候 我们能够把这个聚会 变成 谈经论道的法会 这个其中 要不要互相配合 要不要有主有伴 所以你看佛法 就是生活 其实我们在任何因缘当中 都有主有伴 比方 比方今天 陈德跟我们英国 汉学院院长 圣庙法师 我跟他出去了 他是院长 他是主 我是伴 我要很好地配合他 可能是跟学校的领导会面 或者是跟当地的官员 都要会配合 我们在境界当中 都要会配合 这是阿难给我们的启示 这个阿难尊者 后面还有讲 我们到后面 再来探讨 也很巧 陈德 有看过 阿难尊者的漫画 当然这个都是佛能处的漫画 阿难尊者做了七个梦 其中有一个梦 是须弥山在他的顶上 他把他撑起来 但他不觉得重 佛告诉他 你这个梦就代表 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大法 使教 要透过他传下来 谁是阿难 诸位同修 谁是阿难 谁是善才同志 我也曾经跟同修们探讨 这个禅宗 一个宗派 他要复兴起来 一花开午夜 四十三个传人 才能把禅宗复兴起来 而且他们复兴的那个年代 是唐朝 人心淳朴 现在我们不是复兴一个宗派 我们是要复兴辱师道 而且刻不容缓 救护车都出来了 大家想一想 要多少人 这个四十三要不要乘以一百 所以谁发不发心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自己 自己要发心不重要 真的印象很深 自己初学佛 在高雄进宗学会 常常去拿法宝 刚好那天 我们长老 误导法师去讲经 长老长得很高 他手很长 要听他讲经的时候 我看着长老 你看人家法相这么庄严 带佛作法出家了 就很仰慕 所以那一天印象很深 那一天听经以前 在学会吃晚饭 也很巧就播到师父讲 普贤十愿 师父就讲到 请佛注释 老人家就开始分析 你看这个地球上几十亿人 有多少人能够遇到佛法 遇到佛法 邪师说法如恒如恒 又能够闻到正法 闻到正法 还可以闻到当生成就的念佛法们 而且还是持名念佛 这么一较量下来 较量到最后 师长眼神 炯炯有神说 你都遇到了 你不请你自己注释 你还请谁 当时候好像被敲了一棒 因为一听到请佛注释 我们马上他蛮适合的 他也不错 他也不错 这是向外了 没有向内了 所以师长这些教法 都是打掉我们这些 分别执着念 要直下承担 这个都是安安尊者 给我们的表法 所以阿难在教中集结经账 在禅中继承加设成为恶主 在密教把世尊御主传主的之法 传父之法 转受密教教主莲花生大事 所以可以这样说 佛教能传下来 首先是依靠阿难 传成圣法 这是多么圣庙的神通 好 所以以下列举大笔秋中 几位年高望重 势重轻扬的大德 作为代表 这里讲到年高望重 这里讲到年高望重 所以我们中华文明 有一个特点 尊重长者老者 这是非常好的美德 因为年长者 因为年长者 他为家庭 为社会 国家 付出一生 我们不能因为他年纪大了 忘了这些恩德 所以敬老就是不忘本 而且老者往往 他有累积的人身智慧 能力 我们恭敬就能很好地学习传承 了凡视讯里面有 敬重尊长 这个是敬田 福田大分三种 恩田 悲田 敬田 尊重长者 尊重三宝 这个都是敬田 那了凡先生讲到 这个敬重尊长里面 用了举凡年高 把年年高排在第一位 我们现在也有看到年轻人 对长辈讲话不礼貌 不够恭敬 都要从这些地方下功夫 年高 位高 他位置高 他位置高 承担的责任重 我们都要赶他们的付出 德高 德行高 还有一个 士高 见识广博 人生很有阅历 这我们也要懂得尊重 俗话讲 听经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他很有人生的阅历 好 我们看接下来 几位大菩萨的表法 首先是 尊者焦诚如 尊者 凡语是 阿里耶 翻为华文 是尊者 圣者之意 是对阿罗汉的尊称 焦诚如 全名是 阿诺焦诚如 焦诚如是性 华语是火器 因他的祖先是婆罗门 侍奉火神 所以家族用侍神的火器 当作信 阿诺是名 翻为了本祭 解本祭 那本祭的解释是 美人本有的 实祭 无量寿经 开化显示 真实之祭 所以 美人本有的实祭 即是人人本具的 如来智慧德相 也就是真心佛性 于此有所开解了达 就是阿诺的原意 我们翻得简单一点 就是了解自己的真心 他是世尊最初转法轮 首批 他首先悟道 他首先悟道 所以佛在真一阿含经中 称他为我身为我身文中第一弟子的 并称赞他 他的德行 宽人 宽大的人德 博士 博士 广博的知识 善能劝博 当然他德行好 人家一接触他 觉得很舒服 很温暖 仁慈的心 他产生的磁场 让人家安定 很愿意亲近他 那博士 广博的知识 那在劝化他人的时候 那就常常引经据典 常常有很多很好的故事 辟语 听的人就很欢喜 引人入圣 所以德行 学识都要不断积累 都是利益度化众生的质量 将养胜重 培育同修 正入出国 到事果胜位 那是老师的好帮手 好助教 帮助老师 成就其他的同学 所以念念 帮助同学 不能嫉妒同学 师长曾经 要讲一部经 发起菩萨 书甚至要经 这部经就讲到 好像是有六十位出家人 他们听了 他们听了佛陀讲经 就听不能理解 他们自己也很痛苦 去请教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又把他们带去 建本师 那世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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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到了一个缘起 就是他们呢 在过去生了 见到两个比丘 法源很殊胜了 结果升起了 这些嫉妒心 就毁谤了这两个比丘 结果本来 法源殊胜 结果就当地的百姓 就不愿意再听这两个比丘 说法了 他们就种下了这个 嫉妒毁谤的因 就堕到地狱一千八百万年 地狱的一天 李勉勒老师有说过 人间两千七百多年 而且地狱那种感受 一日死生 地下美精万变 一朝苦痛 人间已过百年 阿罗汉想起 之前堕地狱的景象 流血汗 所以我们绝不能 种地狱的夜阴 堕了地狱一千八百万年 之后还要到 恶鬼 好久 又到处身 最后再回到人道 也是身身身世事 愚痴啊 所以我们得忍住贪嗔痴漫 忍住忌妒障碍 不然那一句话出去 不到一秒钟 不到几秒钟 但是赶来的果报 那不得了了 因小果大 众善的因小果很大 但是众恶的因小 那赶来的赶来的 那赶来的恶果也是不可思议 那这些弟子们听完佛陀的话 痛哭流涕忏悔 那师长 那师长为什么他专宏净土 又要特别给我们讲这一部经呢 那就是爱护我们 我们能遇到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佛法 甚至于还有因缘福报 在道场里面 洪护正法 那这样的缘 让我们可以很好的 浮惠增长 那假如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 让嫉妒障碍的心起来 哇那就太冤枉了 还照下第一月 那这就 佛菩萨师长最不忍心 看到发生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要深刻体会 师长讲的这些经 都是为谁讲的 为成就自己而讲的 师长为什么讲金刚经呢 看我们遇到这么殊胜的念佛法门 还有太多放不下的 那讲金刚经 讲了一百多集啊 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看得破 就能放得下 尤其师长把波罗经 二十二年总结成十二个字 这个总结为谁总结的 为自己啊 这都是稀有难逢的 无上法宝 老人家一总结啊 我们就刚举目章啊 所以谁有福报啊 听话的孩子啊 听父母的话 听师长的话呢 少走很多弯路啊 父母老师一心成就我们了 所以师长总结的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啊 不能自作啊 都是 当体皆空啊 了不可得 就像金刚经讲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啊 皇帝主老就是举那个 我们小时候吹那个肥皂泡啊 一吹出来 两三秒钟 砰 没了 那跟人生一样啊 好 我们假如想想 人生就像这个肥皂泡啊 现在还有什么计较的呢 现在还有什么贪求的呢 都透过 金刚菠萝 金刚经这些教诲 菠萝经的教诲 引导我们 看得破 放得下 看破 放下 我们才能自在随缘 念佛 师长的每一份苦心啊 我们都要珍惜啊 不能糟蹋了 好 好 再来 教诚如尊者 您看他有这么多的得恨 不失威夷 他延迟戒律啊 所以在行住坐卧中保持威夷 做大众的谋犯 师长也常常劝明我们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我们有这一份心 我们就不容易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教诚如在经中名列第一 他实德 他真实的德行 也正是世尊门下比丘 示众的第一 也恰好暗示 他这个表法就是暗示 凡能信受本经的人 都是佛法中第一地址 本经 非是小尘品 非是小圣 这一品说到了 德文阿弥陀佛名号 能生一念喜爱之心 归一占理 如说修行 这一段经文当中提到了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地址 我们依照《无量寿经》修行 就是释迦牟尼佛 就是阿弥陀佛的第一地址 诸位大德同修 我们愿不愿意做第一地址 我们受识这一部经文 就是当机者 有愿必成 人有志心求道 精净不止 会当刻果 何愿不得 我们发愿做第一地址 一定能做得成 再有最令人感动的是 焦诚如过去生中 即是金刚经中的歌力王 他污蔑忍入仙人 忍入仙人是本师因地的一生 他因地上其中一生 他污蔑忍入仙人 是影诱妇女 他自己生嫉妒称慧 并且用节节之节 节节之节就是把身体割成 小一 割成一一小段 就凌此处死了 来残酷迫害先人 但是世尊真实平等 冤亲普度 就是这个歌力王 成为第一个得度的弟子 并在地子中 并在地子中 列为第一 那世尊这个行仪 真的是大智 大慈 这个大慈 慈悲到的极处了 大智 把这样的逆境二元 都转成 极殊胜的法源 这个法源 不只互念到了 格力王 还互念到谁 互念到所有后世的弟子 当我们遇到 逆境二元 一想到 本师释迦牟尼佛在 忍辱先人的 这个好榜样 心里就想了 我这一点是算什么 自己就摇摇牙 就扛过去了 所以世尊这个榜样 做得好 我们看金刚经 六度里面 强调最多的是 不思跟忍辱 我们师父上人 学世间无力我 他一生表演 这两点也特别圆满 不思 你看师长老人家 所有的法宝 都是免费赠送 这个法布施 做得很彻底 得到的果报是什么 才用自在 不需要的时候 一毛钱都没有 不然铜板放在口袋里 叮叮当当 也挺重的 真正需要 要多少来多少 这个财富自在了 我是听说 有一个长者 他是亲眼所见的 刚刚才在谈 要印这一部经 要三十万台币 才刚谈完 有人敲门了 走进来一个长者 我的孩子很孝顺 他们一定要帮我庆生 我说不要 你们把这些钱通通通审下来 我帮你们去做功德 他就不庆祝了 拿了一张支票 就包在红包 递给老上 结果支票一拿出来 三十万 需要的时候 他就来了 像 斯里兰卡 要建佛教大学 要建佛教大学 我们也去过 请法师座 然后我们坐在车上 刚到 有时候停下车来 看到那些小学生 小朋友 眼睛都很亮 都很自然 跟我们打招呼 很善良 每个礼拜 都到佛寺 听经 大人带着小孩 那个师长有缘了 他尽力帮忙 那个缘 需要的金额 不小 老人家 要帮助他们 查查看 银行的钱够不够 一查 还超过 统统会过去吧 所以师长 这个布施做的 真的是圆满 感德的果报 也是很殊胜 所以 办英国汉学院 这个要花的金额 不小 师长 一说要办 好多的支持力量 都来了 所以很感谢 这么多 法师大众 对我们的支持 当然我们也要 好好地办才想 不然 施主一粒米 大如须弥山 精深不了道 披毛带绝缓 我刚好有跟 同学们分享 太上感应篇的课 因为汉学院的课 是根据扎三根 还有文字学 还有四书五经 设计的 刚好讲到 有一队父子 对法师很恭敬 每天都去供养这个法师 后来这个法师 他没有正道 没有了脱生死 结果就 投到这一个父子家前面 做草菇 每天都要长一点 供给这个父子吃 所以当我遇到 有同修煮饭给我吃 我就会想到这个故事 我假如不好好修 我得去他们家做草菇 我想起来就 吃的时候警觉性会比较高 所以吃饭不能增加贪心 吃饭要增加道性 增加警觉性 增加感恩心 所以佛门五堂功课 吃饭也是两堂功课 所以吃饭以前都要先供养 清净法身 供养毗如这那佛 佛跟菩萨 之后还要念十存五官 季功多少量比来处 这一餐饭 多少行业成就的 多少人在厨房流汗成就的 存己得行 全缺应供 要吃饭以前 自己想 刚刚才发脾气 有点吃不下去 全缺应供 防心离过 贪等为终 吃饭的时候不能增加贪心 正是良药 吃饭是吃药 因为自己有一个病 叫肚子饿 胃疗行哭 不吃饭身体受不了 未成到业 方受此时 吃是为了要办到 要成就到业 才能受得了大众供养的 这个饭菜 所以五官若存 精实可化 三星未了 滴水难消 假如自己还常常过去烦恼 现在烦恼 未来烦恼 三星未了 那都吃了就消化不良了 我最近脾胃比较不好 可能是烦恼增多了 三星未了 这个身体也在给自己说法 也在提醒自己修学的状况 好 所以 我们 想到世尊 这么慈悲 给我们这个忍辱的榜样 我们何其幸运 又遇到三千多年之后 学佛陀这么彻底的 师父上人 把六度 尤其不失给我们演彻底了 忍辱给我们演得非常圆满 老和尚都是在 世间觉得晴天霹雳的 逆境恶元当中 快速提升的 我们学本师 要像本师 我们学师父上人 要像师父上人 尤其忍辱这一块 我们的学的 让亲戚朋友 跟我们说 感觉你越来越像 净空老法师 学就是效法 越学越像 尤其这里提到的 真实平等 渊轻普度 渊轻平等普度 你看佛门 这个词有味道 把渊排在前面 身佛不恶 把众生排在前面 这些词都在启发我们 我们修行 首先要能包容 冤轻在主 你看师长老人家 毁谤他最严重的人 给他立牌位 每一次讲经完了 给他回向 师父都引给我们看了 我们假如不效法 我们跟师父 这个因缘福报 就花掉了 爆掉了 这有福报 才见得到 才听得到 所以我们只要观察到 老儿上的行礼 这就是我们的福报 我们去效法 就叫习辅 习缘 尤其老人家 真的是把金刚经 给我们演出来了 为什么要给这些 毁谤的人 回向 金刚经说的 善男子善女人 授词读诵此经 词诵金刚经 大臣经 若为人清见 都学大臣佛法 怎么还会被人家清见毁谤呢 因为先是罪业因堕恶道 我们无始劫来又中了恶因 师父讲经的时候比喻 做了一件坏事就好像一个细菌一样 所作一切坏事假如有体积的话 虚空法界都装不下 那这么多过去生造的三恶业的业因 以后都要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枉 因缘汇聚使 果报还至寿 你只要种下去了 都能迁来报 可是金刚经说了 我们种的先是罪业因堕恶道 已经是人清见故 先是罪业极为消灭 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师长说的 我过去生那么多罪业 是他们在帮我消 我怎么能够不感恩呢 他们帮我们消业 我们这一生 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能成佛 所以要冤清平等 那师尊大恩大德 尤其被割结身体 念头还是要度对方 真是大恩大德 成德自己推想 这个交成如尊者 什么时候被师尊感动的 可能在那一世就被感动了 我这么对待他 他还告诉我 我成佛之后第一个度女 我想可能当时候就震撼了 交成如尊者 所以下一辈子一见面 就成为佛陀第一个弟子 当然这也是佛陀的愿力 他承诺的 他兑现了 所以令人从中敬仰 刻骨铭心 我们听到本师的这个榜样 我们从中亲养 刻骨铭心 永结顶代 我们时时不忘 佛这个榜样 我们顶代就是把它纳受 好好地效法它 无有便意 这种从敬效法的心 不变 我们决定学得成 学得成佛陀 学得成师父上人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而且本觉本有 我们又有佛陀 师父上人这些 好榜样 做我们的真上缘 下一尊 尊者 射立佛 射立的意思是一种 秋露鸟 她的母亲长得非常端正 眼睛像秋露 大家就用秋露来形容她的母亲 福是子的意思 所以她的儿子 所以叫射立福 就是秋露子的意思 也叫做珠子 拿珠子来形容她母亲的眼睛 又叫身子 因为她母亲身体很端正 当时候取名字 也都是称赞人家的长处 我们不要给人家乱取绰号 这个都是一种标靶 射立福 在佛的弟子中 是智慧第一 母亲怀着这个孩子的时候 跟人家辩论 就能胜过愚人 并且能胜过他兄弟 巨痴罗 这个巨痴罗 是射立福的舅舅 这个 射立福的母亲怀孕的时候 一下子变才提升得很高 结果他这个兄弟 巨痴罗 有点变不过他了 就想 这个胎中的孩子 有来历 结果他也被这个情况刺激到了 他就 很用功地去修行 想说提升自己的智慧 到时候 再来跟这个外甥 好好较量较量 结果后来 再见到这个外甥 还是辩不过他 所以古人 有讲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呢 也是因为一个典故 二十四校当中 有黄庭坚先生 他很年轻了 就考上进士了 结果他 有一个梦 连续做了好几天 都梦到吃那个 芹菜面 做得太逼真了 他索性就循着梦境 去找那个地方 真的找到了 敲门 有一个老太太出来了 结果一聊 那个老太太 前几天 她一个十几岁的女儿 去世了 最喜欢吃芹菜面 她寄日的时候 都会煮给她吃 聊到这里 黄庭坚先生也学佛 她领会到了 在她眼前 这个老人是谁 是她前世的母亲 这个公案也挺好的 人真的有前世的 然后呢 这个老太太说 我的女儿 生前很喜欢看书 写了不少文章 都锁在柜子里 我也不知道钥匙在哪 黄庭坚先生 就有灵感 找到钥匙打开来 拿出她 前一世 当女子的时候 写的文章 跟她这一生的程度 差不了多少 后人听到这个故事 就讲了一句话 输到精深 读以词 每个人的这些天分 都是过去生不断积累的 我们真明白这个道理 看到人家记忆力好 要随喜功德 不能嫉妒 看到人家某些才华 那都是修来的 不能嫉妒 所以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表法 都会给我们启示 摄利福八岁 就登外道的讲堂了 对大众说法 他十六岁到各国去游说 他说法弘扬 辩论无双 他学佛之后 七日之内 骗达佛法 智慧第一 本经所要说的是 一切世间男性之法 在阿弥陀经里面 多次提到这一部经是 男性之法 只有大智慧的人 才能够深信不已 所以焦成儒之后 就是摄利福 代表大智慧 才看得懂这一部经 我们前几天有提到 欧毅大师说 不为他其所厚 就是大智慧 不会被其他法门再影响 死心塌地 修这个念佛法门 有智慧 而且我们刚刚 举到王呆头的故事 他肯念佛 他从业障那么重 他马上智慧 也能够显发了 所以这一句佛号 真的能开我们的智慧 无量光寿 是我本觉 起心念佛 方明始觉 脱笔异正 显我自心 死本不离 直屈绝路 这个法门 我们老实念 最快开智慧 最快成就的法门 我们能珍惜了 那个就是 有大善跟大智慧了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有讲的不妥 不当的地方 还请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批评指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念佛回向